嗨 朋友 我是玉子 相信 成為賽車手應該是很多孩子的夢想 當然這種夢玉子也是有錯過的 在握有BMW Driving Center Drip Training跟Snow and Ice之後 我還是知道開車是需要練習的 而且開車很難 但是呢 這還是不會解滅我做夢的熱情 所以今天老闆 還有另一個玩具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看一下 一定要開箱的是 大人夢想中的玩具 賽車椅 各位觀眾 你現在在眼前看到的是 螢幕 螢幕支架 底座 方向盤踏板 載車支架 載車椅 載車手 我們現在就來組裝一下 好了 組好了 你知道現在已經多久的時間過去了嗎 我們做了4個小時 OMG 好呢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 先從這個車架開始 碳鋼管的材質 它就更堅固 烤漆也算是蠻均勻的 摸起來的手感挺好 有一點點霧感的感覺 這個外觀算是挺好看的 那以這個支架來說 基本上現在市售三大品牌的方向盤 Fenatec Trust Monster 或者是Logitec 的方向盤都是全系列品項支援 接下來我們講到座椅的部分 我們升級了 Arcintera 擠皮的版本 摸起來的手感非常的好 來坐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筒形的椅子 就可以更加的有包覆感 包括你在大腿下面有一塊支撐 大腿兩側外側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包夾的感覺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當然也是要有直接給你好像就在開車一樣的感覺 所以這個椅子的選配也是非常的重要 方向盤的型號是Fenatec的GT-DD Pro 這一款的方向盤其實專門就是為了GT這個遊戲所設計的 從它介面上可以看到 你直觀可以用PlayStation設定的 叉叉三角形全圈正方形 還有上面的這個藍色指示燈 跟GT3的長車一樣 上面會顯示給你最佳的這個換檔時機 它的直徑呢 比一般的跑車稍微再小一點點 握起來呢也是有止滑的效果 握感挺好的 那它支援PC PS跟XBOX 我們就來玩一下 今天要玩這個GT7 忍不住 趕快玩一下玩一下 要不要上車 好 我們來選一下這個賽道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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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欸 我今天有特別穿一個很可愛的衣服 大家有感覺到嗎 開始叫了叫 Wiii 今天一直駕駛的是 B&W M3 為什麼選它呢 這是來自一個情懷的概念 嗯 全部擠在一起 氣死 衝出一遍 欸有欸有欸有很很 很有感覺耶 那個力的回饋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那可以感覺到方向盤整個是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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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吃草 很討厭 然後上面的這個小螢幕啊 它會顯示你現在的時速 然後跟檔位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知道我們缺什麼了 我要跟老闆說 他要買一個前面有吹風的那個東西 快我差一點就追到第一名了 掰掰 我第幾 2 嗯 那像這樣子的遊戲呢 其實有分幾個階段 像Racing Game呢 就是讓你以為你自己是超神 不用很長時間的練習呢 一樣可以達到一些高難度的甩尾 或者是過彎的動作 在下一個階段 你想要達到比較有操架趣味 讓你自己的攝入度比較高一些的話呢 就會像是半泥針的遊戲 像GT7就是一款非常熱門的半泥針遊戲 也會讓你在這個使用 代車座椅呢 會比較有實際你在操作的感覺 在下一階段呢 就是真正在練習 跑賽道的Simulator 這三個階段 也是大家在選購賽車支架 還有相關配件的時候需要考量 你是要玩遊戲呢 還是你是要做模擬器 像我們今天玩的這個跑車浪漫旅呢 或者是在PC還有XBOX上面的這個 極限競速 都是非常熱門的半泥針遊戲 好咧 以一直玩到現在的感覺來說呢 就兩個字 舒服 兩個字 舒服 然後以這個方向盤的力回饋啊 跟這個震動感來說 真的會讓你覺得這個遊戲更有沉浸感 半泥針的這樣子賽車套件呢 算是玉子第一次玩 那對比之前玉子玩的這個模擬器呢 其實他會覺得半泥針的賽車套件呢 娛樂性會比較好一些 他更好上手 這樣搭配算是非常非常好玩 然後也可以搖三五好友一起來玩 那如果這個有當聖誕禮物送給玉子的話 我就會真的相信世界上有聖誕老人 不過確實喔 就是以這個支架來說 它的擴充性算是蠻好的 就你從初階一直到 你想要到中高規格 你想要再擴充其他的東西呢 這個支架都還算是 可以讓你用的比較長遠一些 做一下價格 這個椅架呢 是R6 C1 就光這個支架 售價是49,900塊錢 然後椅子的話呢 我們有把它升級到吉皮的版本 加7000塊 升級Alcantara的吉皮 那摸起來的質感呢 其實也是真的挺好的啦 可以啦 真的啦 方向盤的話呢 這一組是Fanatec的GTDD Pro 它呢是直距的方向盤 價格是31,900塊 再來就到前面的螢幕 這個螢幕 玉子的朋友應該有點熟悉了吧 這一台玉子開箱過 然後我們就把它買下來了 它是Samsung QLED QN700D 55吋8K的電視 所以在這個距離下面 來看8K呢 嗚嗚嗚嗚嗚 那我們就算一下總共喔 支架這一塊呢 售價加起來大概是 88,900塊錢 然後再加上螢幕 一萬多8萬塊 所以這樣大概是17萬嘛 那再加上主機 一整套裝起來呢 20萬以內 大家應該是可以輕鬆搞定啦 所以今天真的是 大手筆耶 拍一支片 20幾萬塊開了 那如果這真的是你的興趣呢 這台就會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休閒玩具 YA 今天超級好玩的 我等一下還打算繼續留在這上面玩 那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喔 最後要送大家一個笑話喔 請問 如果秋子起飛 會變成什麼飲料 咖啡 掰掰